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健康愿情 世界敬奖 健康愿情 海权贵国 健康愿情 世界敬奖 健康愿情 海权贵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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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是在十年前從願起堆畢業的 所以这批学弟对我来讲 其实就是小我十岁的学弟 那一路以来 我其实就是以助理教练的身份 然后再到现在 我是世外教练的身份 带他们出去比赛 其实不管是去哪边比赛 我觉得大家对于准备比赛 跟准备表演的过程 都投入的程度 其实都一样 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 大家认真的那个程度 跟对于乐器队的喜爱的程度 都没有改变过 现在跟以前比较差比较多的 其实就是每一届的人数 都在递减中 因为我们人数比较少 所以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都会一直跟学生讲 就是每一个人的执行力 或说每一个人的责任 都很重大 因为每一个人 只要能够加一点点分 其实对于整个团队 加分的那个比例上 就非常的高 对我觉得以决赛的表现来讲的话 其实队员们都非常的集中 也非常的投入 所以他们在场上的失误 其实也都非常的少 对我觉得就是降低自己的失误 然后把自己可以做到最好 就是我们可以得分的关键 指挥我也是从 就是升高上学时之后 就开始练习了 所以其实 在指挥这件事情上 算是有一些经验之后 再来算是挑战 遇到最大的困难应该就是 因为人数变多了 然后场地也变大了 所以除了比较直观的就是 人数更多 所以要 handle 更多人之外 场地其实它就代表着 声音听到的时间差也会变长 这个是最佳指挥 然后第二名的奖项 我之前不知道这次会颁这个奖 所以有颁这个奖是蛮意外的 应该算是一片空白吧 我觉得在对于士气这件事情上面 就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做 是就是只要有能力可以帮助其他人的 比如说学长姐或者是同届就是会跟着一起做 这样子大家的士气其实可以维持得比较稳定 然后在其实刚刚教练也有讲到就是在出国之后的团练 就是有时差的问题 就是大家的体力上面会比较有点挑战 很谢谢后援会就是很努力的帮我们筹钱 让我们可以没有比较没有后顾之用 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的练好自己的表演 然后不要辜负后援会的期待 然后也不要辜负就是所有关心我们的人的期待这样子 其实我最早会想要加入棋队的原因就是 看到之前的学长们的连队的表演 那棋队的表演方式让我就是第一次感受到说 透过视觉上的效果也可以去影响观众的心情 然后我更想要去学会利用这种方式来 把我想要转达给观众的这种情绪跟他们说 所以我从高一的时候我就决定 下定决心就是要加入棋队这样子 其实我有看到就是他受伤的过程 那我想他当下一定非常痛 然后可是他还是忍痛的就是把那一次的练习给完成了 是到休息时间的时候才去找家长们 就是请求帮助这样子 他其实在受伤的当下就是 我觉得他可能有点小懊悔 就是觉得有点可惜 怎么一开始就受伤这样子 但是他也是有听从后援会家长和教练们的建议 就是没有继续应成先休息 那果然就是在两三天之后 他就确认就是伤势已经复原了 然后就重新又加入我们这样子 就是重新加入练习